这一百八十一只狗狗看似过得很幸福 其实我身为救助人 早已疲惫不堪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每只狗狗在我们家园生活的都很幸福 天气冷了给他们烧暖气 天气热了给他们开空调 下雨了他们在雨盆下面闻 然后下雨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嬉皮打扰的 把爽 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就是我这几年救助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持 该怎么维持下去 我现在连他们最基本的 每天的吃的我都赚不回来 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绝望很绝望 面临我的也是很迷茫很迷茫 大家好我是小徐 也是我们家园181只流氓狗的救助人 面临着家园的狗狗越来越多 就是现在行走 也是越来越艰难 咱们这个家园是去年接受成功了 到时候接受这个家园 本来都是游泳负在 然后再加上今年搬家 现在狗狗越来越多 我的绝育 我的绝育 然后容易越来越让我承担不起 如果不是去年接受这个经济的话 可能也没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去年接受的经济 我们都挺大 所以大部分的经济压力也能够大 现在我们家园里面有181只 这181只狗狗 无法文鸡 他们吃的是一个巨大的开销 搬家回来的时候 到时是买了2000斤狗狗 到现在20多天 狗狗狗吃完了 而且我们又不敢喂岔的狗狗 现在是出不难洗的那种 不知道自己给走一些 都怎么没吃 它们狗狗越来越多 开销也越来越大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 狗狗狗狗 狗狗狗 接着现在又多些幸福 小众认为很累 我这些衣服都不得上 我都说出很多很多 我所有的收入 全部用在了狗狗身上 咱们招图 全部用在了狗狗身上 所以说 是我跟幸福 这两个人 大约里面有1801只狗狗 从最初的救助到现在的救助 只要有狗狗生病 我就会竭尽全力的去救助 去治疗 就说是我个人了 就化作用作用 来咬这180一只手机 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三年我能把狗狗咬这么好 就能够到手机 这我心里说 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最大 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的一样 在我心中 我跟他们永远都不会生开 我也做出来了 我还是那句话 救助三年了 我学说出来的话 但是我也是做出来 我没有做出来 光说 没有任何 也可以这样说 全往为一一个救助人 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 跟老婆住在一起的 我老婆跟我结婚 也有两年多时间了 我孩子现在也一岁了 我孩子出生 我没有给他办门月就行 我老婆结婚 我们没有奢侈的婚礼 没有给过任何一份 包括我女儿过生日 我没有给她们过过什么豪华的生日 也是跟老婆们一样 反正家常便饭随便吃 结婚的时候 我是家常便饭在家里面随便吃 我女儿从环游到厨舍 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样子呢 难道我小吗 其实我并不行 我只是想把这用生下来 用在狗狗身上 因为这180多只狗狗 他们真的需要一个巨大的开销 一只狗狗一天就平均吃半斤 一天就将近100斤食物来喂他们 这是最少的了 100斤食物有些根本不够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家园的狗狗很开心 很幸福 他们在草地里面 欢开外的玩耍 无忧无虑的 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一切其实背后 我付出了许多的心酸 我不知道我这个样子 能维持多久 在我心目中就是个未知数 我只知道我遇到了可怜的狗狗 我会竭尽全力地去撑住他们 可能再熬一个月 两个月 就只能融入到 去健身菜散发的人 但是我感觉我从不后悔 因为通过我的救助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有了一个新的家园 愁啊 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 把这个事情来解决一下 本来一开始 我打算的是自己制作狗狗的 最后想了一下投资太大了 我现在就是能赚得起钱 我赔不起钱 你让我赚钱可以 但是你让我赔钱的话 我真赔不起 我如果去创业呢 没有启动资金 我把我们的狗狗 抵押出去做启动资金 如果赚了还好说 我最后真的赔了 这些毛孩子 我何都何都能对得起他们 我要怎么能对得起 支持我那些姐姐呢 所以现在让我特别纠结 创业没有启动资金 持续养下去吧 开销要太大 真的不知道该自己该怎么办 这181只毛孩子 现在也是到我最犯愁的 就是这几年的开销 我该怎么维持下去 救助不是暂时的 救助是永久的 不是说这只狗狗救助了 就可以安定了 不用再管 救助了他们就是一辈子 吃喝怎么样散热这辈子 所以我现在那我就是很迷茫 我不知道该怎么弄 家里面的狗粮也不多了 做饭吧也是一笔巨蛋可以消 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现在每天的收入平均在200到300次接 地铁的收入平均在200到300次接 都要提花了 光水电费人工费都不够 更别说狗狗都吃喝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家人们 能给我出出主 还有我今天想说的一点 大家说种地 种地我会选择种地 接下来的话 我们狗狗吃 我们要以做饭为主了 狗粮我实在是喂不起了 然后我这边也养不起了 所以只能为你做饭为主 但是种地的话 我们再含不到寄起 我们在种地寒几十天半个月左右的时机 咱们每个地方的季节是不一定要的 不是咱们想做就不种 因为到了种地的季节才能把它种进去 才有收藏 然后今年的话可能会种许多许多的地 来供应给我们吃喝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再继续去够 包括我现在已是负债来了 从今天接着这个家园到现在 我的负债就没有缓清过 这就是我们现在家园的一个状态 后来也没有坐下来跟大家仔细的聊过 就先跟家人们仔细的聊一下 就是现在的支出跟收入根本不成对比 每个月支出都很大很大 更何况我们家园一百八十多只狗 所有的猛狗全部做了绝育